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有很多人总觉得进口商品就是高大上上档次的 但一说起国产商品 许多国人就开始纷纷摇头 质量差安全性能低等头衔 就一直被扣在国产商品的头上 国产车就更是被国人所歧视 所以大多数朋友更喜欢选择买进口车 但是今天小编所介绍的几款车 却是打着国产车的幌子的博来品 他们的质量还不如国产车 一 萨博 它早期原是荷兰视觉旗下的品牌 最开始是制作航天器的 在二战后才开始着手研发汽车 在短时间发展成为汽车界的大亨 但在2009年北汽收购了萨博 93 95等三个落后的汽车平台 但是在后来自己居然成立了一个叫做昆宝的国产品牌 二 思维 它原是一个意大利摩托车品牌 在80年代时就退出了市场 但在2014年被国产品牌东芳新元收购 后来居然退出了思维汽车 竟然还打着拥有意大利血统的名号来坑国人 其实也就是一个被意大利淘汰的品牌 三 罗福汽车公司 或许听到罗福就有点陌生了 但是说明爵和荣威 不少车友就应该熟悉了 罗福原是英国车企 94年被罗马收购 00年又被福特收购 于是被拆分成了MG和荣威两个品牌 因为经营不善又被南汽收购 后来不知为何沦为了上汽集团的自主品牌 如此遭遇 小编觉得它应该就是烂摊子本人了 四 宝沃 宝沃曾是德国销量冠军 于1919年成立 在当时可谓是风光无限 不过好景不长 在60年代末被迫破产 于2014年被北汽福田收购 这么一个破产了几十年 在技术和设计上都处于落后水平的品牌 居然在国内混得还不错 介绍了上面几种访国产车后 小编已经忍不住要为有些国产品牌打call了 比如说性价比最高的比亚迪和奇瑞 都是不错的国产品牌